内幕 川普 习近平在紫禁城一夜决裂 保中美海军若开战 共居一天内就完蛋 斯里兰卡濒临破产 中共大撒币 血本无归 国经军公公霍振庭被起诉 香港豪门再起风云 五年打虎更慌 政法系风暴来临 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退役陆军三星中将赫伯特·麦马斯特 日前出版的新书《全球战场》罕见披露了 美国前总统川普2017年访问中国 受到最高规格接待 成为首位在紫禁城用善外国领袖 但也正是在紫禁城 川普和他的团队看到了中共霸权全球的野心 成为中美决裂关键点 川普与妻子梅兰尼亚2017年11月8日下午14时抵达中国首都北京 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共国务委员杨洁篪捷机 而杨洁篪曾出任驻美大使及外交部长 川普夫妇十六时曲与习近平夫妇一同游览著名的中国帝王住处紫禁城 之后会在紫禁城内欣赏京剧 并在紫禁城西北于的建福宫用晚餐 尽管中共官方没有正式地点 但川普成为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 第一位在紫禁城被款待晚宴的外国领导人 定居北京的美国历史学者张之丽说 中共政府知道是在跟谁打交道 这是中共另一个放长线的精明做法 而川普会铭记在心 据当时跟随在川普夫妇身边的 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全球战场》中披露 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最后一次会议 对手是国务院总理 及中共名义上的政府首脑李克强 他长篇大论地阐述了中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就算我们的代表团里原本有人对这看法不甚了然 现在也已再无悬念了 李克强首先指出 中国已经拥有工业和科技基础 不再需要美国 他说 美国对不公平贸易与经济做法的关切是无地放矢 并且表示 美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为中方提供原材料 农业产品与能源 书中披露 川普总统耐着性子听了很久 最后打断他的话 向他致谢 然后起身结束这次会议 离开北京前 川普总统在一整天冗长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中 谈到中共的不公平贸易与经济做法 然后他转头望向习近平说 我不怪你 我怪我们自己 川普表达的讯息是 中共对外破坏民主自由价值与自由市场经济做法 对内镇压人民 美国与其伙伴不会消极做事 书中评论到 许多人原本认定 与中共领导人正向交往能说服他们 让他们成为法治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一份子 但中共在威逼利诱与掩盖战略下的所作所为 已经让他们大梦初行 我们正迈入一个新时代 在这个新时代 我们必须使用新战术 让中共领导人相信 他们应该遵照国际规则形式 应该松绑社会控制 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 美国渴望中国改革 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做法 科技剽窃 恶劣的人权记录 以及赤裸裸的军事扩张都视而不见 在天安门事件仅仅一年之后 乔治·布什总统表示 人只要有商业动机 无论是在中国 或在任何其他独裁国家 走向民主都是挡不了了的 赫伯特·麦马斯特还在书中披露 不仅如此 中共还处心积虑地破坏美国利益 美国为中国提供优惠贸易条件 先进科技与投资 让中共加入国际组织 希望中国转型走上自由市场经济 希望中国出现较自由化的政府 结果适得其反 近日 自媒体《远山战情事》在节目中 对比了美中两国的海空军实力后指出 美国有5000多架飞机 中共空军2460架飞机 海军航空兵767架 加起来也不到4000架 还有不少老式的尖7 而且尖10、苏30、苏27 这些第三代或三代半的战斗机居多 尖20只有150架 虽然说俄罗斯的飞机 进行空中格斗是相当的可以 但也是是距离范围内的打斗 美国战斗机玩的是超视距打击 打了共军 中共都不知道炮弹从哪来的 中共的飞行员一线的加上预备的 号称15000名 但实际上预备翼飞行员的体能状态 保持得很差 说得不好听点 大富翩翩的居多 而美国25000名空军飞行员 其中的预备翼政府还发补贴来保持体能 就说共军航母上的飞机 不仅是东拼七凑的 而且加在一起的舰载机飞行时间 还不如美军飞行员的领头 可见在飞行员的素质和数量方面 共军和美军的差距还是相当的大 共军在飞机数量和质量上 不能和美军相比 在技术上能够超视去打击的飞机也不多 单论空战 根本没法和美军打 中共空军的轰炸机 其航程没有超过2000公里的 共军的加油机加上运游二 也就十几架 美军一个飞行中队 在超视距的情况下 就能把他们灭了 说起海军的战力 首先就要看水兵的体格 美国人在冬天 只穿一个T恤的随处可见 冰冷的海水跳进去 游个来回没有问题 熟悉共军实力的内幕人士表示 中共海军如果和美国海军开打 当天中共海军就必定完蛋 差距就相当于猫和老鼠的数量极差 不过中共海军的确有个压将底的武器 那就是潜艇的数量占了绝对优势 而且共军不怕死人 敢于在海底进行毁灭式袭击 撞击美军潜艇 但考虑到现在共军士气低落 独生子女居多 恐怕也会抗命 毕竟共军士兵不会高喊 共产主义万岁而牺牲自己 所以这个选项又是不太可能 除此之外 中共海军剩下的基本没有什么优势 基本就是笑话 可以说 在可预见的未来 考虑到技术传统和文化传统 中共在海空军方面和美国拿出来单挑 几乎就是灭顶之灾 斯里兰卡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 濒临破产 而在一带一路计划中 斯里兰卡欠的中国债务能否偿还 备受关注 中共外长王毅1月8日抵达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拉贾帕克萨总统和王毅说 希望中共允许债务重组 提供优惠贷款 缓解目前的困境 经济学者郑旭光分析 斯里兰卡资不抵债 现在提出重组债务的要求 中共必须接受 这没有办法 它没钱还你 郑旭光认为 重组债务无外乎是延长还款期限 降低利率 或是借薪还救 等于是扩大借贷的金额 会不会导致进一步陷入债务危机 已经顾不上了 外电报道称 2022年斯里兰卡将面临70多亿美元的贷款到期 仅1月就需要偿还5亿美元 去年11月底 斯里兰卡的外汇存底仅剩15亿美元 斯里兰卡佩德罗小发展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萨瓦南坦说 当外汇储备出现赤字 就意味着已经理论上破产 斯里兰卡央行的数据显示 该国欠中国的贷款总额 约为33.8亿美元 其中还不包括 中共向其国有企业的大量贷款 目前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双边债权国 郑旭光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下滑 一带一路给中国带来的不良后果会越来越明显 中共大撒币有去无回 谁来承担损失 评论员王鹤指出 中共对外扩张 主要都是以政治为目的的 钱洒出去 大部分都有去无回 而且中共推动一带一路大撒币政策 中共是最大输家 把大量钱甩出去 没有相应的回报 钱回不来了 其次 对向中国借款的国家来说 也没有得到好处 所在国承接了很多项目 由于缺乏经济可行性 大规模基建建成后 没有相应的收入来偿还债务 使该国陷入债务危机中 王鹤还表示 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 因为中国经济现在是难以为继 中共的野心 全世界也看得很清楚了 中共想借一带一路向国际扩张 最终恐怕会掉入一个泥潭 1月11日 香港已故富豪霍英东二代的家族征厂官司 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 该案涉及霍英东长房的5名子女 原告为长房三子霍振宇 长女霍丽萍 次女霍丽娜三人 被告为次次霍振环 长子霍振亭 本次官司争议焦点是 广中南沙22平方公里的地皮 霍振宇等人不满霍振环隐瞒了 该项目中价值人民币50亿至70亿元的权益 要求将这部分收益 重新归于遗产中 平分给几个子女 该案11日在高等法院展开为期60天审讯 但法官开庭时表示太多证据要审视 认为60日审讯时间不足 霍英东传等著作提到 霍英东生前已3亿港元购入南沙底皮 借发展南沙项目重投地产界续其地产梦 并非单纯为公益 掌房三子女要求 按当年合约条款 向霍英东基金回购干一股 回购价约为23亿港元 但霍振环认为 南沙项目署慈善用途不需回购 2006年霍英东在富比市全球富豪排行榜中 位居181位财产37亿美元 同年霍英东因病去世 次子霍振环 执掌霍英东集团 现为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 霍英东共有三房妻妾13位子女 他去世后霍家旗开打遗产争夺战 2012年已和解终止 如今霍家再起风云 此次被告之一霍振婷 是中国跳水女明星郭晶晶的公公 霍启刚的父亲 现年40岁的郭晶晶是河北保定人 获得过四枚奥运金牌 两枚银牌 郭晶晶于2011年初退役 2012年与霍英东长孙霍启刚结婚 婚后育有三名子女 常居香港 中纪委网站1月12日刊文直指中共政法会 称习近平在19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明确要求 清除政法队伍害群之马 外界认为 这遇事 这政法系风暴来临 虎年打虎更猛 从文章内容可看出 反腐是中共官场2021年的关键词 文章还直接点名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 河南省政法委书记甘荣坤 公安厅厅长刘新云等多名政法虎 并明确指出 2021年以来 政法领域反腐力度大大增加的背后 是中央对司法腐败的林荣忍 外界注意到 在今年1月10日举行的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贝说 公安部去教清除害群之马 重点清查 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的两面人 会议也提到肃清孙立军等人流毒影响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值得关注的是 有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宣传部 与中央广播电视台联合设置的五级电视专题片 林荣忍 将于1月15日起上线 在预告片中 孙立军罕见出镜 他声称 没有想到自己成了一个法治建设或者公平正义的破坏者 另外 中纪委的文章还指出 在高压反腐态势下 少一批听几句高官选择主动投案 还有不少一把手官员落马 文章提到 重点查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 不忠诚 不老实的两面人等 并特别提到 江苏省竹力肃清 该省原政法委书记王立科等人流毒 王立科与他的旧部 原江苏公安厅 刑警总队队长罗文进 被认为可能卷入了对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不轨行动 外界认为 以上种种迹象显示 2022年政法系风暴来临 习近平为保三连任势必会抓紧执行维稳任务的 政法系这个刀把子 而江派反击势力在政法系的流毒将会遭到更强力清洗 不排除 会有更多政法高官被查